很高兴我们又回到AI人工智慧的课程 今天要跟大家来继续分享的是在深度学习里面的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我们将衔接上个课程来跟大家做程式范围分享 使用所谓的IMDB的资料库 好,那就让我们今天开始吧 在上个课程我们跟大家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循环神经网络 就是所谓的RNA 特别是在所谓机械翻译部分的一些的运作 相信大家对所谓的循环神经网络有一个认识了 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来继续再分享的就是所谓在程式范围部分 我们将使用Keras还有所谓的Simple RMM 利用IMDB的资料库来做一个所谓RNA的神经网络 然后看一下它的performance 然后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介绍RSTM 这些基本价格 然后使用同样的IMDB的资料库 然后看一下它的结果 以及比较它们的performance 好,我们先把Keras导入进来 然后检查一下Keras的版本 2.24 在这边有一个网页就是属于KerasIO Layer的Recurrent OK这个的网页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在Keras的Document的文件档里面有一个所谓的Recurrent Layer 就是RNA这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献 OK非常如何去使用它 还有一些解释包含所谓的Simple RMM 即RU-LSTM 那我们下个章节会来跟大家来继续介绍所谓的LSTM 好,在上个章节我们大概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 所谓LunPy的执行很简单的一个Simple RMM的一些的流程跟一些的做法 那我们今天还跟大家谈的Simple RMM的函数就有一些的不同 所谓的Simple RMM就像其他Keras的神经层一样 它会去执行所谓P次量的所谓的序列处理 就是Bedge of the Sequentials 一个P一个P的 而不是像我们LunPy里面所讲的一个序列 我们一个序列就一批 但是我们一个序列的P次量 就是我一批字放进去一个字串放进去 这就代表说它需要的张量的结构 就是Bedge Size Time Step跟所谓的Input Future的一个输入 而不是只有很简单的所谓的Time Step跟Future 也就是我们要把Bedge Size放进去 不管你是一个还是512个 所以像Keras中 它的其他的其他的循环神经网络 当然也包含所谓的LSTN、GRU等等 所以Simple RMM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运行 第一个它可以返回每一个时间部连续输连续输出的全部序列 也就是我们给它一串次 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 它可以输出一连串的全部序列 像一个Bedge Size 我给你10个字加上所谓的Time Step加上所谓的Output Future的一个3D的一个张量 那么也可以同时返回每一个序列输入的最后一笔 OK?很悬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来看图 说故事看看程式上面怎么去做 也就是说它可以返回一个Bedge Size 对一个Output Future的一个2D张量 好 也可以返回每一个时间部的全部的输出 就是所谓的全部序列 就是3D张量 所以这两种的一个模式就是从所谓的Return Sequential的一个我们所架构出来的函数来控制着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案例叫做Simple Array面 返回所谓最后一个的状态 那么所谓叫做Return Sequential OK预设为所谓的Force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的架构 然后我们输入了一群的一个字串 包含所谓的T、T-1、T-2 然后我们看到这群字串的时候 我们去做所谓的一个解析 好看它的所谓的状态 还记得码号 然后把它做一个man into one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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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运作 好 首先我们从KLOS Model Input Sequential 这个应该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从KLOS Layer我们别忘了我们要放进去 我们的Embedded跟Simple Array面 从所谓的KLOS Layer 的Model里面我们放进来 然后我们把Model设定为Squential 这时候我们做一个Embedded 一个所谓的1万为1跟32 就是1万乘32的一个中间的Embedded的Layer 这时候我们把Simple Array面 放到所谓的32个Cell 这时候它的预设只是一个Force 好 先不了解没有关系 这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Model 很简单在Model Summary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我们的Embedded是一个32 会有一所谓的1万乘32 这时候我们的Array面Simple 是所谓的32个Cell 32个Cell 好 所以它有322080的Promptor 好 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Retain Squential的一个构造性的一个参数来控制 好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好我们Many to one Many to many OK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输入 然后Retain一个Squential一个Force的时候 OK我们就可以看到OK就可以看到Many to one的一个架构 那如果说OK我们Retain to Squential等于True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的输入层都会产生一个所谓的输出号 就是所谓Time Distribute 我们的下面两个程式会用到这个东西 没关系所以先记住一下Many to one跟Many to many 也就是说我的所有的输入到最后才产生一个输出是Many to one 那我的Many to many就是在每一个的Time Distribute 也就Retain to Squential里面的一个True的情况之下 我的每一个东西都会产生一个对应的一个输出 就是Many to many 好 这时候我们所谓从KROSModel OKSquential里面 OK一样化 葫芦把Embedded跟SimpleRMNN导进来 一样放进去一贯乘300的Embedded 这时候我们Squential default 因为它Default是Force 然后我们设定Retain to Squential是True OK 它预设是Force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是322080 这边也是322080 OK 那我们就看出来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是什么 Nong Nong 32 Nong 32 好 这边是Nong Nong 32 Nong 32 你看 不一样了 好 SimpleRMN这个地方 不是只有所谓的 它是一个3D的 就分为Force是一个3D张量 这个地方是2D张量 张量 Tensor 好 好 我们现在用同样的Squential Embedded 跟SimpleRMN 加一个所谓的多层 就所以我的Model等于Squential Embedded 一样 有一个1万层32的Layer 这时候我们放三色个 SimpleRMN Sensor SimpleRMN 就是所谓像这个样子 好 没关系 这时候我们可以Retain to Squential 是True还记得吧 Retain to Squential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Many to Many 所以Many to One Many to Many 我们同时也可以架成这个样子 好没关系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架出所谓的一层 Retain to Squential是True True加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我们架一个SimpleRMN Default是所谓的Force 也就是代表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东西 多个输入一个输出 多个输出多个输出 同时我们也可以多个输入 把所谓多层的RMN Stick在一起 它就更具有所谓的 Power就是表达的能力 所以多个RMN 加在一块堆结在一起 在不同的用途上面 有不同的用法 好不好 在这种的设置里面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RMN中间层 返回变成一个完整的序列 OK 比如说每一层的输出 都可以产生 也可以选择所谓的不输出 甚至于更所谓的Precifal 我们可以用很弹性的 来去做我们的网路架构 OK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再回来很快的看一下 SimpleRMN 有很多不同的网路架构 我们可以用所谓的 所谓的Retain to Squential Force 或是所谓的Force 或是设定True 来去架构我们的网路 它就会产生所谓 二地障碍或神经障碍 好 同时我们也可以用多个的RMN 堆叠在一起 来增强我们神经网路的表达能力 这样大家就应该有了解啦 我们从实际的Model Summers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接着来用这种模型 来训练所谓的神经网路 就是所谓RMDB的一个电影评分的 一个分类的问题 相信大家都应该很了解 如果不了解的话 可以回到前面的课程 好 我们先来做所谓的数据预处理 在程式范例之前 说说所谓的数据预处理 我们来再看一下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有不同的形态 就是one to one,one to many,many to one,many to many 还有所谓的many to many 所以刚才三个的程式范例 就让您看到如何去执行所谓的这个东西 好 那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实际的运用 去架构出来所谓不同的一个神经网路 特别就是在所谓的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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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重复一下 把KLOSDATA式的IMDB进来做所谓的资料域处理 所以把sql放进来 好 我们把这些的Library先 所谓的一万层 先做出来 OK 一万个字 然后最大每一个进来的句子 以五百个字为主 然后Bitch Size 32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loading的Data 然后把IMDB的Data OK 可以把最大最大的一个字就是所谓的五百个字 好 好 一万个字 然后Number Word 然后MixMount Pictures 一万 然后我们把Length 我可以看它的长度有多少 然后再把Input Test 就是Test 这些我们把它放进来 然后看一下所谓training data wide training data的形状和内容 好 如果不够的话 因为每一个字 不一定代表进来有些是一百个字 有些是一千个字 有些是一千个字 那我们要把整个数量先 还好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用padding 好 还记得吗 所以padding scrential x times input training 然后scrential pads screens.pads input training data 然后最大致是什么 最大致就是五百 好 input data也是一样 最大致是五百 我们先把它的 尺寸先调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loading data 是两万五千笔的training 两半五千笔的testing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wide data 给我们做分类嘛 好 padding的话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有些不够的 全部给它放 所以它就变成是两万五千五百 两万五千五百的一个局 在这里面了 我们的training data 跟testing data 好 我们再来把input data 看一下 好 所以看一下input size 跟它的lens 好 那就清楚了吧 这是我们使用一个embedded 层 跟一个simple rma 来训练一个简单的循环网络 好 我们把它漏进来 ok 这些就是我们再重复看一下 然后 不够的特别是不够的补偿 好 好 这时候我们来叫我们的网络了 ok clear out layer import dense model screenshot 还记得吗 embedded 集合了一万三十二号 一万三十二 好 simple rma 三十二个 然后输出变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网络 就是我们的输入方 透过所谓的embedded layer 里面有一万个所谓 一万成三十二的一个字典 在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的输出 里面有三十二个的simple rma ok 然后产生出来 对应出来一个dense 一个输出 然后透过所谓的simple rma ok 我们看一下model summarize 就是这样子 好 好 当我们的资料域处理完毕了以后 我们把我们的model也定义好了 别忘了要做我们的compilers 要把我们的optimizer 优化器 还有rows function 还有matrix virus要放进去 这时候我们的model要干嘛 要fix这些所谓的input the training data 跟y label epical 等于10 然后batch size 128 ok validation ok我们要用20%来验证我们的模型 好这样跑一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差不多整确度是在0.9897 ok 所谓的validation accuracy 不好 有所谓的op repeating的问题 我们可以多跑几次啊 增加更大容量 因为它的model很小 不够不是很深 所以没关系 我们先来跑一下 所谓用simple rma 建一个所谓的rma and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用所谓的rndb 这时候我们用print history 点history 来看一下这十个所谓epical 里面的这些的单数 好 这时候我们用图表来看一下 所谓的training跟validation 还有los function 跟accuracy的一个形态 好 为什么要养成习惯 来看history history里面的accuracy validation accuracy跟loss 跟validation loss 也就是代表我们crining 模型完毕了以后 用所谓的validation 来验证我们的模型 好 这时候我们用所谓的 imput metaprolyps stpt metaplus inline 然后设定这些参数 然后 因为只有 因为只有所谓的 十个吧 好 就是十个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有所谓的 op repeating的问题 没有关系 我们重点不是在看op repeating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用indb的数据集 获得大概是在81的一个 所谓的validation的一个 验证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模型表现的不是太好 因为我们要考虑五百个字 我们可以考虑一千个字 更多的字 可以去调整 重点是在说 我们如何用simple rmn 去做所谓的一个验证 因为刚才在前面有提到 所谓的rmn 因为它很长的时候 它会炒现所谓的t2 就是0.1乘以0.1乘以0.1 一路沉下去的时候 它会变成很小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会变成说很大 0.99乘以0.99 叫做t2爆炸 0.01乘以0.1乘以0.1乘以0.1 一路沉下去叫t2消失 所以没关系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 知道一下所谓的t2消失 跟t2爆炸 会在rmn 在所谓的多层生成网路里面 会有这些的问题 但是我们已经用所谓的rmn t2消失 0.0 simple rmn ok 跟所谓的kara 已经架出我们第一个用rmn 所测出来的 好 大家记一下 我们大概的准确力是在 80 验证出来80 技术啊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下面还有很多的课程 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介绍所谓的 LSTN 跟GRU 好 这是一个更厉害的一个武器 在所谓rmn的架构里面 特别是在所谓序列图序列 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来介绍所谓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好 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个地方 可以到你某互动学习原地去复习一下 不论是在深度学习或者是在卷积层机网路 那么如果对python不熟没关系 到python的程式语言课程里面 大家可以复习跟练习练习这些指定的一些用法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